这个部分,这个范例,当然第一个就是,我要怎么去算它,比如说50万,然后呢,放了一年之后,利率是这样子,它的最后应该是一年之后多少钱,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,这个等于,它的那个存的本金,所以这个地方,在什么,层上,它的那个什么呢,它的本,原来的 原来的那个金额,应该是它原来的,应该是B1,它本来的,然后乘上1,它自己本身,原来的本金,再加上那个它的那个利率,OK,那因为是复利计算,所以复利计算的话,那因为是几次方,所以SHIP加上那个6,SHIP6这个,这个符号的话是指的是几次方, 那复利计算的话,因为是用年,去乘上年,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,我们用上面的这个B3,打勾之后的话呢,我们可以算出,它一年之后,会有625块的利息 那当然这个地方呢,如果我今天需要什么,向下向右的话,这个逻辑啊,跟刚刚是一模一样,不过特别注意啊,这个存款金额的部分呢,请各位注意啊,把它锁起来,两边都锁,为什么? 因为,无论你向下,或者是向右,这个位置一定不会改变,所以这个一定要是锁,锁两个都要锁,那另外再来就是说呢,后面这两个储存格,这两个储存格的位置,那你就要去看哪一个是三列,哪一个是A栏,那我就把三列跟A栏给锁起来,所以特别注意,第一个呢,就是锁两个,第二的话呢,锁A栏, 第三个的话呢,锁三列,OK,那原理原则我刚刚有讲过了,你就记得你的标题列在哪一列,标题栏在哪一列,按打过就可以了,这个时候你向下,向右,其实只要做一次就可以了,OK,这样的话应该会省掉很多时间,这个是栏列锁定的一个技巧,那利用类似的方式的话呢,当然一样啊,我们如果说要把它改写成VBA, 那最好是可以啊,直接按个按钮,自动帮我把全部的结果给做出来,所以这个地方的话,当然啊,我会需要有一个,最好是这个存款金额,因为我要试算,所以呢,最好这个存款金额啊,欸,可不可以让使用者去自己输入,输入完之后呢,去变更这个储存格里面之家,是他不是50万,他可能60万,也许其他的金额啦,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他自己输入,输入完之后呢,去变更这个储存格里面之家,是他不是50万,他可能60万,也许其他的金额啦,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他自己输入,输入完之后呢, 那之后的话呢,那就可以再去把结果给算出来,那这个地方的话呢,当然我们可以用一个叫Input Box,有一个叫Input,Input Box,那Input Box,这个陈述是,它可以怎么样,它可以刮户之后呢,输入,请存款金额,最后再把这个值给丢进去,用Input Box, 那我们已经知道本金之后的话,再来就是要把这个结果给算出来,那算出来特别注意就是说,一样,我们会跑一个范围,所以基本上呢,我这边是,For i 等于4列到19列,For j呢,等于是,第二栏,所以这边追2到11,OK,那这个时候的话,一样,我输出, 那输出的话,后面是一个公式,公式的部分,特别注意呢,我这边已经有写好了,公式部分的话,当然我们可以把刚刚这个公式,稍微再参考,就是参考一下刚刚的公式,这个公式,那你可以把它改写,基本上,我的习惯是这样子,输出的东西,如果是两边都锁的话,我会用Range, 如果是锁单边的话,我的Sales,如果说,锁定那个部分就用A,后面这个因为会变,所以用,假设是列,我用I来代替,那后面这个呢,如果前面是蓝,我用J来代替,OK,然后三列的部分也是写固定的,那就可以把它输出成一个VBA的结果,OK,那这部分的话,我想各位先试试看哦,把那个VBA可以想想看,等一下怎么做,来看一下,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, 接下来的话,我们大概会需要做几件,一,按下计算,自动跳出,请输入存款金额,OK,然后你就输入一个金额,比如说,个十百千万,十万,OK,好,按个确定,好,这个时候的话,它一样会自动帮我跑出一个结果,好,不过你会发现,现在即便存个八十万,那个利率,如果有两%的话,一年的利息也不过, 一万六千多块,那如果说你今天,那你要存多少钱才能退休呢,一千万够不够,个十百千万,十万,百万千万,千万的话,留两%,一年利息大概也,大概二十万,OK,一年二十万,可能生活会很拮据啦,所以恐怕, 那,那,所以现在应该,可能没办法那么容易退休了,那,好,那这个部分的话呢,要怎么去完成这件事,输入一个这个东西,那你当你输入之后,它做什么事,把你输入东西,填到这边来,OK,特别之后,所以呢,前面这个是什么, 一个位置,一个储存格,那如果是固定的位置,我通常会用range,所以range,B2,等于什么, input box,刮壶,这个是刮壶后面的东西,请输入什么,存款金额,这样子的话呢,它就会帮我把这个东西,丢到这里,OK, 那,丢到这里之后的话呢,我们再跑回圈,for i 等于4到19,for j 等于2到11,对不对,然后sales,ij,里面放什么呢,就是放刚刚的公式,那不过特别注意,公式部分呢,我刚刚讲过,如果是绝对的,就是两个都锁的话,那我的写法是这样,因为这个前面有写过,所以我直接来看,那这个地方的话, input box,这样的写法,请输入存款金额,这个还蛮好用的,以后如果我说呢,你不想要写一个表单,而且要让使用者输入一些东西的话,你可以善用input box,然后他就丢到,应该是B1,刚刚讲说B1,OK,好,丢到B1,然后呢,跑回圈,那回圈的话呢,哪一个在里面,哪一个在外面,其实都没关系,我这边有颠倒过了,我要先颠倒回来一下, OK,也是你可以挨在外面,习惯是挨在外面,不过挨在外面的话,他一定是跑横向的,横向,就是跑一个Z,OK,如果两个颠倒的话,就是先跑一列,再跑一列,好,那我刚刚本来是这边是写那个19啦,不过你也可以,怎么办,向下去追踪,从A4追踪,那就是可以用什么,XLDOWN,这个讲过,那不过, 这个我怎么知道,这一栏在哪一栏,那其实我可以用,也是用侦测的,所以这边的话,我可以用range,B3,的最右边,最右边的什么呢,的栏,OK,所以特别注意,一样点,如果你要点,1,ND,打个1,然后前刮弧, 这个时候会有上下左右,你就选向右去侦测,刮弧,得到什么呢,COLUM,所以这个熟悉之后的话,以后还蛮好用的,因为COLUMN,这个, 它会告诉你说,你现在最右边的,这个范围里面最右边的那一栏,是第几栏,然后回来的话呢,也是一个数字,所以回来应该,它不会告诉你是K,而会告诉你是11,OK,所以你这个地方的话呢,就是2到11, 好,那这个时候就跑嘛,那跑,Sales,IJ,一定是放前面啦,所以特别注意,这个是输出到哪里,后面一定是等于,等于的话,有点像是我们输入一个函数,输入一个公式啦,那如果说你要把这个公式,变成BBA的话,我刚刚讲过啦,其实很多地方都一样,就是如果两个都锁定的话,你可以用range,有没有,B1嘛,改成B1,乘上, 前后只是多加空白啦,刮弧1,加上A锁住,所以这边A锁住,那因为4没有锁,列没锁对,用I来代替,OK,几次方,这个是一样的,Sales,这个是3锁住,所以3这个地方固定,J的话变动,OK,所以以后你的公式,蓝列锁定如果做得出来,你要转成什么,转成公式, 可以利用类似的方法啦,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范本,以后可以这样做,那我们就可以做出类似的结果啦,OK,那是这样,最重要的是这个地方,可以把这个公式,把原来的公式,取代成这样子,OK,好,那最后的话一样啦,当然你可以把它清除掉,这个清除非常比较简单,那再来的话呢,你可以用函数啦, 不过函数特别水呢,你可以用那个什么呢,我们有一个函数叫那个,插入函数里面,可以用那个,我记得应该是在那个财务方面的,财务方面,所以这边的话有个财务,财务里面的话有个FV,叫Future Value,未来的价值,OK,按确定, 那其实这个填空题啦,总共的话有五个题目,那里面的话Rent,指的是利率,期数,有没有,告诉你期数,那期数的话呢,我是用上面这个几期,PNT的话呢,就是要不要分期付款,不要就跳过,PV的话是限值,限值的话呢,就是上面,不过记得要是负的,OK,这个地方特别是要是负的, OK,那我这边构想是,因为我放在银行,不是放在我这边,所以这个是负值,那再来的话呢,其他的话呢,是什么,期出给还是期末给,零或省略的话,表示期末给,所以是最后再给,一般都是最后再给,所以我们用零好了,OK,好,按下确定之后的话,那一样可以算出我们的结果,所以总共的话呢,是750, 50块的利息,60万块,那一样呢,你可以怎么办,把你需要锁的部分锁起来,所以如果我用那个FV函数,跟这一样,应该是这个,这个全锁,B1的话一定是全锁,那3的话呢,B3,记得锁3, A4,所A,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,把它打勾,那一样我们可以怎么办,向下,向右,一样可以算出结果来,那结果应该是一样的,如果你把它改成,刚刚的那个50万的话,应该结果一模一样,OK,没什么差别, 不过呢,这个地方我是有补充一个,就是说,如果将来,你在那个VBA里面,如果要存取什么,存取,这个函数,你想说这个函数,这个函数不是在ECL里面吗,那如果说我将来呢,希望能够在VBA也能够, 因为我不知道有更,有没有更好的函数啊,因为在那个VBA里面呢,可能找不到一个函数,是可以取代这个函,FV的函数,那我势必怎么样,就需要用它啊,因为我VBA没有,所以我需要用的是ECL里面的函数,那以前的做法是什么,如果说我将来,我要输出,那就麻烦了,我可能要,还算什么,哪边要给,所以这个地方, 用什么方式,我可以按一下一个按钮,可以把FV这个函数,在ECL里,在VBA里面可以使用到,好,那这边注意,如果说将来呢,你在VBA里面要引用到的话,我这边试一下,可不可以看一下,输出,存侃金额,假设100万,个时百千万,十万,百万,好,输出,好,如果说呢,我今天,要能够用,其实你会发现结果都一样,看起来是没什么差别, 不过最大的差别在哪里,我们来看一下,基本上,如果说将来呢,你要引用的是,那个ECL里面的函数的话,特别注意哦,最大的差别在,刚刚是直接用公式,那如果说你要引用的,这个是,FV函数的话,你必须用APPICATION物件,这个指的是ECL本身, 里面呢,有一个叫Worksheet function,的一个属性,从那个属性里面呢,可以去抓到FV的,那个,就是说,其实Worksheet function,指的就是,在ECL里面的所有的,所有的函数,我都可以把它抓过来使用,那这个地方怎么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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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打, 这一行,也许,我们来试一下,那理论上是这样,怎么样去做,后面的东西啦,基本上,我的习,也不用背,因为想说,老师这么一长串,我怎么背得起来,其实这个不是背,第一个,你可能要记一个,物件,这个物件,蛮重要的,因为它是指的是ECL本身,它叫做APPICATION, APPICATION,这个指的ECL本身,点,那后面那个Worksheet function,你不用全背啦,你大概记一个WO就可以了,其实打一个WO有没有,其实我觉得它好处就是会自动给你提示,那其实就是找到什么,工作表的函数,那你按个空白键,背可一下,点,那各位可以看到,这个地方呢, 会把所有的,ECL里面的函数,都帮你列进来,那实际上,这里面的函数呢,使得就等同于,插入这个函数,一样的做法,也就是说,这里面有的函数,在这边都会出现,差别在哪里呢,就是这里会帮你分类,这里完全不会分类,它会从A到Z帮你排下来,所以,那不是很方便啦,不过基本上,你要抓的都有啦,点什么, 点,F,V,有没有发现,这个时候呢,我就可以呢,在VBA里面,引用呢,这个,ECL里面的函数,也就ECL里面的函数,也可以拿来这边用啦,如果说你在VBA里面找不到,你可以用的函数,非得要用,ECL那边的函数,可以用这个方法啦,不过它的缺点是,前面那两个很长,但是不用10倍啦, 比如说,把它打一下,点一下,OK,挖壶,那后面要给什么东西呢,基本上,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点,后面的话,必须要给,一样给五个参数啦,只是,它不像说,插入函数的时候,会跟你讲说,这个要放什么这个,所以,有的时候我会把什么,刚刚的公式放在这边来,做什么, 做比对,那比对的话,就是,原理原则跟刚刚一样,如果只有锁单边的话,记得用Sales,那如果说呢,A栏锁的话,那我就把ID做变动,然后呢,后面是A栏,这个跟刚刚是一样的,那逗点,就参考下面这个,这个是刚刚的公式,B,这个时候的话是,B没有锁,所以Sales, 刮壶,那列的话呢,有锁,所以列固定,那会先列,3,再逗点,B栏,所以这边的话呢,这个是B栏,3固定,后面的B是不固定,所以用J来代替,然后逗点,0,逗点,再来什么,再来range,那如果两个都锁的话呢,我讲过用range, 然后这边的话,用B1,ok,然后后面的话呢,把它变成负的,加一个负号,ok,然后挖壶,理论上应该这样就ok了,那这样的话呢,执行的结果等于就是说呢,我在哪里呢,在那个VBA里面, 引用FV的这个函数,ok,虽然这个比较复杂一些些啦,不过将来也许你会用到VBA里面,引用到的是Excel里面的函数,就用这个方法,ok,然后最后做完之后,可以看到我们结果是一样的, 一样可以把它计算清楚,那最后的话呢,我们还有个年,这个年是什么意思呢,我会先把里面的资料清空,请输入几年,我输入不要那么多年,五年就好了,按个确定,按确定之后的话,如果我希望,把原来的十年清除掉,填上五年就好了, 有没有,你会发现这个,这个试算表,诶,范围可以调整,利率,现在是到2%对不对,那我觉得2%太少了,也许利率可以高一点,我要3%按个确定,底下的利率就变更了,那你可以怎么按计算,输入你要的金额,他会帮你把这个地方,跑到你的这个范围,有没有,那你可以变成,你可以弹性啦,年哦,比如,我不要,我八年好了,按个确定, 自动调整,OK,那这个怎么做出来,实际上,等一下来看好了,其实这个,很简单的逻辑啦,输入年,给我几年,我就帮你把这个旧的清掉,输入几年,那利率的话呢,因为它是每一个是0.125,所以总共,一%会有八个区间,一%会有八个区间,所以他输入的,那个利率,那我就帮他跑出结果来,这个等一下来看,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, 吃饭哦!